那個畫出來的樹葉它就是很困厚 水分很多 很茂密 等一下 這樣紋點跟垂頭點 這個是烏通點 其實烏通點跟我們戒指點差別在哪裡 戒指尾巴比較尖 這個它就比較遠一點 有點寬一點 對對對 遠一點這樣子 就可以演那個吧 看什麼在哪裡在下 想要放上去 素餅 這樣是說 一個來拿一個 看看這個 現在是垂頭點 垂頭嗎?好 矇頭垂頭還有霧 霧頭點跟乎一點 混軟可能會像 對,然後霧頭嘛 哇那個,那個 我懂好了 它稍微比較 混圓一點 這樣子 而且比較沒那麼長 當然有時候它會沖掉 應該是幾半 是 一般來講 跟戒指點一樣 用這支筆的感覺就不會那麼好 因為這個已經比較遠了 用這支會太大 如果你用近景的話很漂亮 用這支畫 反正方法知道就OK 就是烏魯迪是用這支方法比較理想 因為我們現在 近的話 因為它最主要 它比較圓 我們這個會 因為太粗糙 對 那種圓潤的感覺 比較感覺出不來 但是也沒關係 因為最主要我們是 就是 就是表達那種感覺 也未必說 每一片葉子都這麼那個 只是我們就是 任何一種筆法 用不同的筆 畫出來的效果是不一樣 有大有小 我們都可以變化的 我們是希望畫面是變化 有一些變化 呈現 搭配那個景 所以可以嘗試看看 用哪種的效果 效果會不一樣 這個樹齁 怎麼能夠畫出那種 牢牢的感覺 那那個樹幹就要畫那個比較 對 紋路比較長 紋路不知道怎麼畫出來 比較老的有 我在想說 以前學畫樹要就這樣子啊 那有點像 這個 清淡爆炸的 這個比較 會捲來捲去 對 它這個 它中間就是這樣 那個 一條一條的 對啊 那這個不知道怎麼畫出來 就它等於說它有捲 對 它有捲 對 這樣一下 這樣一下 就是不要那個 筆直接畫下來 紫紫的 不要紫紫的就對了 哦對 要它有停頓 因為它等於是 它在轉折的地方 要有力 嗯 這個就會有點 這樣回去再練習 嗯 而且老師我看你 你畫樹幹是怎樣 你是 像這個齁 你就紋路都把它直接 畫到這裡就紋路畫上去 嗯 我們不是 我們是那個外觀畫 要再畫紋路 這感覺很奇怪 嗯 對 一般來講 為什麼紋路它在那個轉折 那個點就有轉折嘛 就是轉折 對 然後變成轉折很奇怪 對 很硬這樣 對 就比較硬 就不是那麼自然 一般來講它轉折它是自然的 很硬 對 所以 哇這個樹幹真的是 學問 我又才畫不出那種 老老的感覺 而且注意到那個布局 那個樹幹的布局 真的 比山還難 對 的確 因為山可以去修改 這個樹幹 你畫下去照高 對 我們山可以去給它構造它那個形 所以它自然 那樹幹的話其實 嗯 也是讓它覺得 欸 滿自然的 就可以了 嗯 可以結合之前畫山的村法來畫樹幹嗎 嗯 嗯 好像 很粗 很粗 好像類似在畫輪廓的時候 用的那種筆法 對 跟麻雅只有比較多 你看的時候樹幹要怎麼畫來 哈哈 我的是會稍微 這樣 鼓一下 對 這樣鼓一下 這樣子 比如說 我 往上吧 對 要這樣 鈍 它就有力 嗯 老師可能會講這邊 這些的部分 對對對 前面也是 前面也是 一開頭就很難畫了 一開頭就 怎麼把它 弄得很自然 很自然齁 好 我們這個 等一下 這個來用一個樣頭 是 那 是